大家好,我是Den 在韩国曾经有许多收视率非常高的料理对接节目 但最近很多人普遍认为 这类节目已经过气,没什么新意 然而,Netflix最近推出的原创生存节目 在韩国引发了巨大反响 餐饮的厨师们所属的餐厅 每天都门庭若是大拍昌龙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根据22号,线上影音服务收视排名统金网站的数据 Netflix在9月17号公开《赫贝尤丽莎》前4集后 该节目连续3天在韩国排名第一 并于20号,月升至全球第10位了 《赫贝尤丽莎》总共12集 将在9月24号公开第5至第7集 于下个月1号公开第8至第10集 并于下个月8号公开第11至12集 而《赫贝尤丽莎》是一党圣存类综艺节目 记录100名参赛者为争夺最佳厨师头衔而展开的激烈竞争 节目一开始,100位参赛者在宽敞的摄影棚内一次登场 随后逐一介绍他们的身份 为观众们解开了这场精彩精赛的序幕 首先登场的是80名被称为赫塑酒的厨师们 他们大多是对料理有深入奏纸的厨师或料理YouTuber 随后20名身穿洁白厨师服 服侍这些赫塑酒厨师们的赔塑酒厨师们登场 他们是在餐饮业界声名显赫 光听名字就让人耳熟能详的人气厨师们 在第三季中,60名赫塑酒厨师们被淘汰 幸存者将与赫塑酒厨师们展开一对一的对决 对手双方需使用随机分配的相同主要食材 进行料理比拼 评审赫中文与安森杰 则蒙上眼睛仅依靠食物的味道来决定胜负 赫塑鱼里萨充分展现了Netflix强大的资本实力 凭借其宏大的制作规模和豪华的参赛阵容 成功吸引了众多关注 比赛现场摆满了专业的料理设备 让观众们大饱眼赋 此外,20名赫塑酒厨师们 大多拥有与评审赫中文和安森杰 不分上下的名声与实力 然而,他们依然全力以赴 态度认真 为竞赛增添了更多紧张感 但是这个节目如此收到欢迎的理由 应该就是两位评审赫中文和安森杰 赫中文就不需要接受了 而这位安森杰 因为这个节目获得了非常够的人气 他是韩级美国人 也是截止2024年 韩国唯一获得米其里三星评价的餐厅 母苏丝尔德主厨兼老板 两个人的评审差异 与唯妙的较劲 也是节目的一大看点 赫中文利用他在众多事业经验中 累积的丰富知识 展现出独到的见解 而韩国唯一的米其里三星餐厅主厨 安森杰 则以敏锐的眼光 严格指出观众可能忽略的 料理细节与完成度 两人各自的评审风格 为节目增添了更多趣味性 特别是 当两位评审的意见不一致时 他们会透过投论来决定最终的胜者 尽管彼此尊重 但两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 并不弃音让步 这样的交流过程 让节目更加紧张刺激 许多观众们也指出 格贝尤丽莎是料理版的PGKB 除了同样是由Netflix制作外 两个节目都有100名参赛者 并且都属于大规模的生存竞赛 PGKB系列 在第一季公开时 连续两周获得Netflix周榜 非英女区收视冠军 成为迄今为止 Netflix在韩国制作的 所有综艺节目中最为成功的一档节目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好奇 Cookback有利沙 会不会超越PGKB的成绩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也太疯狂了吧 真的超有趣 健身对决 网红对决这种我都没兴趣 所以从来没看过 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喜欢吃韩料理的 我准备的 真的太棒了 最喜欢两位评审 果然不是随便当评审的 我边看边想 哇他们怎么都能知道呢 这里出演的厨师们都是很厉害的人 他们已经是很有名气的人了 竟然还敢把名誉拿出来读 真的很帅气 我从第一集看到第四集真的超有趣 完全不觉得时间在流逝 看的时候一直觉得好饿 唯一的缺点是字幕 出演者讲的所有英文都没有翻译 只是直接用英文字母标示出来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有订阅Netflix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节目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